看一下这个水培种的黄瓜 已经开始结了啊 开始流瓜了 这边留的比较早的 再有几天都可以了 这个是没有经过嫁结的苗 这个我是在做试验 你看没有嫁结 看一下啊 你看没有嫁结的黄瓜 它这瓜就是说特别亮 没有那种嫁结的亮 目前你看这个生长点的长势 已经早就过来了 刚开始这个米刀的时候 出现那种发达顶 发达顶已经没问题了 这就是我们平时 在种这个黄瓜的时候啊 不用再去纠结我是嫁结 还是不嫁结也就是说能嫁结尽可能 嫁结以后呢 它这个商品率非常高 因为瓜头的顺值度 瓜的颜色 这个亮度 就是我们常说的亮度 包括这个 瓜的根系 这个黄瓜这个根系就明显和 这个做嫁结的黄瓜的根系啊 特别在水平这些话 差别还是特别大的 虽然说现在我们这个事件 还不说到最终结束 基本上也就预判到啊 就是说没有嫁结的 这个早餐情况啊 肯定没法和这个 嫁结果的比啊 所以种植后呢 以后再选择种植这些话呢 尽可能选择 嫁结这些话啊 不用担心啊 嫁结果以后呢口感不好 那口感不好是因为你在 施肥这些话出了问题 和嫁结这些话 关系不是特别大